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Audit 现在中国的外汇管制越来越严了 想汇几千块钱从中国大陆到澳洲 但是呢基本上就问过了都无法实施 首先它有一个超转汇 它要抽3%的手续费 如果人民币换了外汇马上存起来 不取出来保留汇 可以免掉3%的手续费 否则的话要收你3% 这就很麻烦 通常的手续费呢 是电报费 加上0.1%的手续费 也就是千分之一手续费 另外还是入账的时候 到澳洲以后入账以后还要收10招到15招 但这个基本上都不让你会 它的要求非常多 问问理由 主要是理由他不同意 你说留学 那么他一定要就是有护照签证 等等给银行看 妈妈会一个儿子 儿子在国外 他的理由也拒绝的 不允许 这个管制已经到非常 令人非常极端的一种状态了 或者旅游 完全要出示所有的证明 否则的话 签证不允许会 这个有点太极端了 中国这一次外海管制越来越严了 搞得是非常麻烦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别人有些说成功成功的 基本上都不成功 我都问过了 非常难 它是一个不合理的 就是说什么要超转费 才能免掉百分之三手续费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同样是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有些是超 有些是汇 非常搞明白 这个外汇制度搞得越来越糟糕